女孩第一次载着男友出来逛街 可男友却将注意力放在了路边摊上 一听到射中气球有大甲 何成光立马举手报名 殊不知这正好中了摊贩射下的圈套 因为枪上的准星都被做了手脚 平常人根本打不中气球 但摊贩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他遇到的是一位神枪手 何成光在瞄准目标后 很快就发现了准星有点不太对劲 但他却并没有当场点过 而是让技术差的女友先来试试谁 徒弟 你来 谁是你徒弟 小小不屑一顾地接过枪 可就在他瞄准射击的时候 也看出了摊贩的小心思 为了狠狠教训一下这个无良商家 小小当即就喊来何成光进行辅助 准备来一个高难度射击 何成光也是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随后将墨镜调到合适的位置 这一幕把摊贩都给看闪了眼 但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位置的不断调整 小小接连打爆三个气球 何成光兴奋地上前挑选奖品 可就当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摊贩王彦斌却突然耍起了无赖 表示一次只能拿走一个奖品 何成光听闻当即就不乐意了 可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 王彦斌却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声称要找何成光接电话 否则这里的人全部都会没命 何成光听闻疑惑地接过电话 在电话的指引下 何成光缓缓来到背包面前 半信半疑的何成光凑近检查 没想到里面果然发出倒计时的声音 为了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 何成光拎着炸弹不停地往空旷地驱赶 而王彦斌为了拿回手机 也只能在后面一路追赶着他 但由于何成光嘴里不停喊着有炸弹 巡逻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了二人 并且还出动了特警队伍 而这时的何成光已经跑到了海面 可就当他用尽全力地将背包甩出去时 赶来的特警也将他迅速制服 有炸弹 何成光回头望去 却发现背包一点动静也没有 紧接着 二人就以扰乱治安为由被带到了警局 而抓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炸弹事件的始作俑者范天雷 何成光听闻这才输了一口气 而范天雷对他的行为也非常满意 于是便提议让他去参军入伍 在范天雷的一番说辞下 何成光开始有了当兵的念头 我会去我父亲生前的部队伍 你父亲 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狼牙特种大队主义 要想进入这阵部队伍 你首先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精录的战士 我不能跟你任何承诺 一切 还要靠你自己努力 看着何成光离去的身影 范天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另一边的王彦斌 还在演练着如何为自己开脱 范天雷决定拯救一下这个失足青年 尽管王彦斌从小就是派出所的常客 但毕竟也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再加上今天在大街上的一番身手 不得不让范天雷刮目相看 眼看王彦斌一副无所谓的状态 范天雷当即就使出了杀手锏 难道你要像你父亲那样 在人眼中是个罪犯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管得着吗你 我给你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来部队 干嘛 当兵 王彦斌听闻走到范天雷面前 然后露出身上的纹身 王彦斌虽然开始动摇 但有着商业头脑的他 却询问当兵能得到什么 这一番话彻底打动了王彦斌 回到家的他看着父亲的照片 他决定给自己换种不一样的生活 随后他拿起烧红的铁锁 意志坚定地烫向了手臂的纹身